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提到垃圾食品 很多人的反应是泡面、汉堡这些东西 想一想都觉得这些食物吃了对健康没好处 超市里还在卖这些吃的 就让很多长辈们皱起了眉头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长辈们不经意间买回家的食物 也可能是人造的垃圾食品 如果你还在吃,也可能会影响健康 现在就公布人造垃圾食品榜单 排在前列的不少人爱吃 第一名,烤肠 美味的烤肠会不断地在烤肠机上来回的旋转 非常有食欲 而且烤的时间越长,味道会更好 再很远就能够使味道所吸引 即便烤肠美味,但这类大多是通过人工合成的淀粉和猪肉香精制作 口感鲜香,但是需要控制好食用量 毕竟是人工合成的食物 第二名,午餐肉 很多人早餐期间喜欢喝牛奶和面包 在面包当中加一些午餐肉 吃起来既美味又可口 午餐肉的价格便宜 属于一种肉类 不能保证营养均衡 午餐肉属于人工合成的物质 大多由于添加剂以及淀粉制作而成 对于身体没有好处 我们通过价格可以得知 健康肉类的价格不会如此便宜 大量摄入不仅仅会使器官的负担加重 而且会使健康受到影响 第三名,牛排 相信大家知道 真正的牛排价值比较昂贵 一块牛排需要几十块钱的价格 更何况制作美味的牛排 价格比较昂贵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西餐的牛排只需要几十块钱 就可以吃一份 其实这类的牛排不是真正的牛排 很多人会发现网络上购买的牛排 自己回家制作 这类牛排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而是合成的牛排 虽然其中有部分牛肉 但大多是添加剂 第四名,人造奶油 生活当中很多人因为压力变大 导致想通过甜品 来使心情得到弥补 尤其对于女性来讲 更是喜欢甜食 蛋糕外边通过奶油制作 很多蛋糕店使用人造奶油 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 口感很好 但难以排出身体 对于身体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吃多奶油以后 会使营养过剩 发生肥胖 尤其生长发育的孩子 使用人造奶油 除了肥胖之外 没有任何的好处 第五名,鸭血 很多鸭血是通过人工合成制作而成 大家辨别鸭血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鸭血的颜色 比较暗,弹性很差 说明是真的鸭血 如果鸭血的颜色非常鲜亮 而且弹性很大 不容易捏碎 属于人工合成的鸭血 在超市里买到的鸭血 大多是熟鸭血 颜色深红 并且里面可能有一些小气泡 但是人造鸭血往往是质地光滑 里面没有明显的气泡 这种鸭血煮熟后 可能变成灰白色 并且比较有韧性 筷子很难夹断 相比于真正的鸭血 假鸭血使用的可能是牛血 猪血 但人造鸭血问题最大的地方 还是在于 在这些血制品中加入了明胶 或者胭脂红等物质 也可能在食用后对健康不利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不要食用这类的鸭血 第六名 果冻 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吃果冻 果冻看起来很诱人 吃起来口感很好 但这些果冻属于糖和水等添加剂制作 之所以觉得果冻有嚼劲 是因为其中含有很多的人工明胶 这类的食物难以消化 对健康有伤害 所以尽量不要给正在成长期的孩子 食用果冻 抵抗力低的老年人也不要食用 第七名 各种丸子 撒尿牛丸 鱼虾丸 香菇鱼丸 紫薯球等 这些丸子深受大家的喜欢 吃起来方便 味道鲜美 放进锅中煮熟即可食用 可是丸子当中的营养却很少 大多是用盐和淀粉制作 真正的肉很少 如果大量食用 对肠胃的负担很大 第八名 蟹柳 相信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会吃蟹柳 味道非常鲜美 可口 能够满足大家的味蕾 虽然这类的味道很好 但对身体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建议大家在日常少吃蟹棒 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 以及防腐剂 其中不含任何的蟹肉成分 长期食用会使身体的健康带来隐患 使病情加重 第九名 人造肥牛卷肥羊卷 到了年节的时候 涮火锅必备的就是肥羊卷肥牛卷 在锅里涮几下 放进蘸料中 香气扑鼻 但你知道吗 不少价格比较低的肥牛卷肥羊卷 都是假的人造肉卷 人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买回来的肉卷 如果发现里面的瘦肉和肥肉是分开的 分界线很清晰 并且用手一拽就会散 很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假肥牛卷 还可以看看肥羊卷的包装上 是否出现了卡拉椒 二基梅等添加剂 能够将一些碎肉和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粘合在一起 然后挤压后切成片 伪装成肥羊卷肥牛卷 第十名 海蛇丝 过节的时候 不少人会买一些海蛇丝作为凉菜 凉拌一下很好吃 但真正的海蛇丝应该是颜色微黄 带有一些海腥味 并且肉质比较脆 也不会裂开 吃起来是比较有嚼劲的 而一些人造的海蛇丝 整体颜色几乎是透明的白色 粗细相对均匀 并且呈现出长条状 这种人造的甲海蛇丝 大多是用冥帆制作而成的 还有较多的海藻酸钠 这些物质都可能影响人体 对钙铁的吸收 更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和贫血等问题 目前红薯粉丝大多出现在火锅和麻辣烫中 软糯Q弹的口感受到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喜爱 正因为如此 红薯粉丝的价格在近年来也是逐渐上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红薯粉丝都是红薯粉制作而成的 其真正的原材料是淀粉、面粉、爽身粉等 这些原材料对人体肠胃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经常食用的话 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影响肠胃健康 所以在购买红薯粉丝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其原材料是红薯粉 身体的健康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 现如今市面上很多食品都是人工合成的 食用太多的话 对身体健康十分有害 所以在平时购买食物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选择 从而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